Inpress母片功能介绍 在这一个单元我们要介绍一下母片如何影响我们的投影片 请各位先打开翻例档 到右侧栏选择母片页面 当我们点选母片页面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用在这个简报只有一个母片 我们看到是黄色的底 好那中间这部分呢是最近使用过的母片 好那这一块部分呢显示的是Inpress提供的母片 好那母片怎么样影响投影片呢 我们看第二张投影片 好第二张投影片呢 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文字框里的文字颜色是蓝色的 好我们来换一个母片 那怎么样换母片的设定呢 记得不要直接点选母片上点选左键 如果你在母片上直接点选左键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变化是 把全部的投影片都套用这个母片的设定 好那我们先取消我们刚刚的动作 如果我们只要把一张投影片套用我们选到的母片 记得直接按滑鼠的右键 然后呢 套用至选取的投影片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把第一张投影片套用这个形式的母片 好第二张呢 我们来就套用这个黄色的 记得一样按滑鼠的右键 然后选套用至选取的投影片 好我们看一下 第二张投影片套用了黄色的 它文字部分呢变成黑色的 好那第三张我们来试看看 套用红色的 好一样只用我们选取的投影片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它的文字部分是白色的 好搭配它红色的背景 好我们看下一张 那我们就用绿色的 一样按滑鼠的右键 好我们选择套用至选取的投影片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几张的变化 好第一张呢 它的标题呢 给它是白色的 那文字部分是黑色的 好那图片呢 它跟其他两张 我们看不出变化 好那我们就看出它的文字的变化 好这个呢 它的标题是黑色的 搭配文字框里的是白色的 好 绿色的这个母片呢 它是黑色的标题 黑色的文字 好那这样各位可以看出来 母片怎么样去影响 我们的投影片了 好我们先把全部的 变化把它复原 我们重新载入 好取消所有的变更暗示 好那在这个单元 就会给各位介绍母片 怎么样去选择 然后怎么样影响投影片 好 再提示一下重点 如果你直接在母片上按滑鼠的左键 表示全部的投影片都套用这一个母片 好 如果你单独要为某些投影片套用母片的设定的话呢 例如我从第二张到第七张都是有关于植物的介绍 好我可以按着Shift键到第七张 好把这些选起来 好我只套用我选取的部分 好我按右键套用是选取的投影片 那这样子呢 就只有我选到的投影片 有套用我们刚刚的绿色这个母片的设计 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好各位可以练习看看 谢谢大家